上一次產教那檔展覽 我像是一個接收內容光線的機具 然後再投射到畫布上 一開始用海棠化妝玻璃其實還是在一個物質性鏡頭的概念 它有趣的地方是視角跟對焦 同時重疊在一起的 比較像是傳統底片相機的鏡頭 後來數位畫之後 這個鏡頭直接叫做濾鏡了 這是一個轉變 可能這近20年來的 從底片到數位影像對於我們的視覺上的思考 然後再讓我去反除到我的繪畫上面 然後我在思考是這麼多年下來 到今天這個狀態 我終究是要去關注到繪畫它的物質性的特質 所以這一次我關注到的是畫布本身的物質性 穿透左擺 濾是畫上去的濾 那其實這句話也可以念成穿透枕白 穿透一個白色的介面 它其實這白色的介面就是畫布這個介面 穿透著白穿透左擺它幾個雙關魚 透過這個雙關魚夾出畫布這個介面本身 當然做一個繪畫創作者 你本來就是會有很多機會看到畫布的背面 我只覺得說畫布背面也可以成為我一個創作的題材 所以我畫畫布背面 然後我在它的背面再去繃一塊畫布 等於說它其實是變成兩面都可以是正面 兩面都可以是背面的概念 所以我發取名叫平面作品 這樣子的雙關然後去夾出畫布物質這個平面 如果我今天可以從背面去看一件作品的話 那寬卡納的作品它的背面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可以直覺想到就是它會透光 對 透光的效果其實還是最吸引我的 所以才有了可以叫一切也可以叫一切那一件作品 這一件就是一瞬 我是特別把這個展牆加厚 然後中間留了一個可以讓這件作品放進去的空間 然後有點像是把它牽進去裡面 畫布的重量不見了 它的厚實感不見了 那反而會去凸顯出它是一個很薄的平面 那這個很薄的平面卻又透過這一道切橫去製造出它的特殊的空間感 也是我這一次用這樣三件作品不同的變化去夾出畫布本身這個介面 我以前也會就是蠻執著在於我的作品內容需要是貼近就是大家日常所觀看的經驗 所以我的取材都是現實可以看到的大家都有印象的圖像 颱風眼颱風這個結構這個圖像這個衛星眼影圖 其實好像早就已經進入到我們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了 可能不會覺得它是奇觀 但是在這個時代你媒體網路你大量的視覺刺激之後 它早就成為你的一個現實 《月球隕石坑》它不再是以前的神話故事的一個場景或是一個角色 這一張作品它叫《解放》其實是蠻親切的口吻 就是有一種可不可以先來這邊暫時打擾一下 所以我希望它展覽的方式就不是一個畫框把它框起來 反而是做了一個平台有點像是窗台 有點像是月亮本身是靠近你的 但它還是屬於我們日常裡面的存在 只是觀看的尺度不同而已 透過不同的尺度來看的話會有一種奇幻感 那我覺得其實我就慢慢的淡掉我們觀看物理上的寫詞 這個界線 讓我的創作會有更多的解放 也會有更多的題材可以去表現